到了美国,如果你什么都没有,没有身份,没有英文,没有学历,你只能去找体力工作了,最常见,就是餐馆行业了,很多人来了,就一头扎进餐馆里,因为福州人来的人特别多,而且福州人也非常的勤快,而且也特别的抱团,所以福州人开的餐馆也特别多,基本上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福州人,偷渡来的人大部分在餐馆里上班,因为很多的餐馆是包师包住, 这样下来,一个月可以省很多钱,然后把大部分钱寄回家,因为华人餐饮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,所以目前的工资非常的高,而且餐馆对工人的待遇越来越好,很多人会担心它的合法性,在美国,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是合法的,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身份,不能报税,你就无法获得福利待遇,所以呢,很多合法入境的人,想打算留下来, 在美国打工生活,首先呢,他会想办法申请绿卡,而实际上,美国政府对于黑工的政策,没有犯罪,没有他人举报的话是不管不问,原因主要是,一美国缺乏劳动力,二,黑工的工资相对比较低,打黑工在美国是很普遍的事情, 而打工者平时只要自己不去到处张扬自己是黑工,没有人认为你是黑工,所以呢,他们就和普通人一样,可以逛街,可以旅游,可以买房买车,去老婆生孩子,开餐馆,也有人融入美国人的生活,这点和很多其他国家不一样,不需要躲躲藏藏。 我有一个老板,有一天老板娘说,他老公给警察抓到了,已经递界出境了,我就很吃惊,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非法移民,他们说他因为开车开得太快,警察追他,他知道自己有递界令在身边,他就想逃,但是还是被警察抓走了,警察一查他有递界令,马上就把他递界出境, 甚至他的老婆都没有让他见一面,就直接把他带到拘留所,马上递界出境了,也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其中的一个例子。